解放军的这个军武实力 现在呢有这个法新社报导 他说如果以舰艇的数量相比 大陆海军的规模 现在是全球最大 然后呢最近几年 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常看我们的 前进战略高地的好朋友就知道 歼16歼20的数量 一直在增加当中 而且恐怕已经翻倍了 中国的空军迅速赶上 西方的空军 刚刚讲到了军费增加 因为大陆的 现在的官兵 也很多啊 中国大陆现在有自己的航母了 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 现役解放军的数量 全球之最 地面部队96.5万人 海军26万人 空军39.5万人 火箭部队12万人 武警部队大概50万人 所以现在挹注了10亿美元 要来推动国防现代化 现在美国媒体有报导 歼20都出现第9个旅了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这些军武基本上都要靠钞票堆起来的 所以我们回归来看国防预算 这个大陆的国防预算 所谓的增加了7.2% 可是不要记得7.2%大概就2200多亿美金 换在什么美金上 所以从总量来讲 大陆当然还不如美军的8500亿 美军的8500亿 比去年增加多少呢 比去年的7530亿 整整增加了14% 所以美国增加14% 大陆增加7.2% 那这有什么大幅扩张呢 再给大家一个数字 日本增加多少26% 法国也增加7% 连小小的西班牙也增加25% 你知道说这个军费增加 有很多人是要奉献金 跟美国买武器的 那大陆当然大部分的制造 大陆这个2000多亿里面 事实上还包括退伍军人的待遇 美国这个8000多位是不包括退伍军人的待遇 纯粹是国防部的预算 因为他们另外一个退伍军人部 分开的跟我们台湾一样分开的 那现在比起来 军费增加最多当然是美国 不过刚才率先讲得很好 你要看CP值 我同样增加1万块美金 到底我到底得到什么 大陆上的军人的待遇 跟美军的军人待遇是不能比的 可是你说他们的作战能量 是什么呀 同样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 你到底谁比较强 很难讲哦 对不对 这个没有说待遇比较高的 一定什么 战斗力就比较强 这是不见得 大陆基本上也是募兵制 所以表面上是征兵制 事实上还是募兵制 所以同样的是募兵制的军人 你同样一单位的支出 他每一个单兵的战力 很难讲 我认为美军逃不了什么便宜 像刚才讲美军的什么 海军陆战队等等 我们是有点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神话 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 多厉害多厉害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有个特色 只要没有空中优势 他的海军陆战队大概都会吃亏 不要讲别人 韩战的时候 大陆解放军最喜欢标榜的 这个长津湖战役 对不对 上干礼战役 打了他一路腿 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吃土的一个很重要案例 你就算越南 不是被打得很惨嘛 对 所以各国有各国的特殊的状况 有很多海军陆战队 能够在没有空中优势的在打仗 可是偏偏美国没办法 这也是俄罗斯在嘲笑美国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同样的再谈到武器 刚才刚才刚才讲 美国照一条7竹线 成本是中国的12倍 你说中国那052有比较差嘛 全市都觉得它不比你那个什么 伯克什么神盾剑来的差 可是如果成本是8倍 你告诉我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嘛 除了人工贵 材料贵 更重要是什么 你在军火商要赚大钱嘛 可是大陆上军火商是不赚钱的 都是国营事业 美国都讲说哎呀你中国的国营事业 体制不符合市场机制 讲了有的没有 国防供应怎么办呢 叫发挥功能啊 其实我最喜欢跟美国人吐槽 他说你说国防事业 国营企业就不会发挥效力 什么叫做公营企业不会发挥效力 很多人不晓得哦 我们刚才讲的宁德时代啊 就是公营企业 很多人不晓得宁德时代公营企业 哇全世界最好的电池 它不是一个纯粹民营企业 为什么 它有四成股份啊 是宁波市政府的 不信你去查 它股东第一大股东 就是宁波市政府 当然它名字取得很怪 什么宁波眉山保税区 什么某某投资有限公司 这宁波市政府的嘛 对不对 都是国家的 对厦门叉叉叉什么公司 你以为他是民营的吗 都是厦门市政府的啊 那其他的比如说 你说那个刚才我们讲过那个谁 他们董事长郑玉群的没有 哇变成第三个 他才1%而已 1%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台湾人去年刚过世 80岁过世叫做张玉什么的 忘了他名字了 80岁过世 他是什么宁德时代农玉董事长 台大电机系毕业的 他是谁的 就是现在这个董事长的老板 他带着他一起创业起来的 年纪大的就交给他去弄的 所以这个是跟台海两岸合作的一个 台湾很少认识这个人 可是他就是宁德时代真正的创业的第一代 不过他创业已经六七十了 那时候现在的董事长还年轻小伙子 当然是世代交替交给他 所以我们知道说国营企业在军火工业 甚至某些行业里面 不是像西方讲的 不如民营企业 他只是说没有正在派个什么政府官员去管而已 他没有他就是当一个投资角色 表现一种刹车的功能跟资金的支持的功能 政策的支持功能而已 那你一样这些大陆上的军机 如果同样的V-52长城轰炸机来造 我看大陆来做三分之一价钱就做出来了 因为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大陆在讲什么F-20什么东西 我什么算成本 奇怪的 什么比F-35正是便宜一半 那如果说沙特地阿拉伯就有钱 要他挑你就要他买谁 对不对 像土耳其就是个例子 土耳其好像昨天才宣布取消购买美国F-35 F-35的订单 他不买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说 美国把F-35的飞机卖给希腊 你看我没有是不是 我是土耳其扫作的比希腊强很多 你F-16我都买的都还不交货 你已经把F-35交给希腊了 他在看谁 大陆你不要卖我北的 不要卖我坚二十 所以国家之间就会发现一个竞争的优势 大陆上就是有成本优势 有制造优势 有高CP值的优势 所以虽然是他的费用才2200多亿 就算2400亿美金好了 他发挥了整体效果 跟那个帅商人讲 你8000多亿 是要分败全世界800个基地 我这个中国大陆只谨守在西太平洋 那差很多了啦 没错而且呢 美国因为你知道光是最新的战机 F-35还有F-16其实大家常常都会听到 哪一些国家跟美国下了订单 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成交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会卡人家脖子 你要听我话 我才会快快的把这个交给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中国大陆的歼20呢 军事观察杂志网站报导 现在呢说新一批的歼20 数量越来越多了 而且预估在今年超过美军 已经停产的F-22 全球最强五代机机队 光是歼20的副总设计师 王海峰 王海峰他就说 歼20不只强 而且还要飞出去 还要打出去 他说歼20的特点 超音速大航程机动性很高 让歼20呢 在应对空中威胁的时候 有前代战机难以比你的优势 现在五大战区的歼20 不只要守家园 还要打出去 帅阳君 这个我们看解放军的空军的发展 它是叫做摸了石头过河的 我试验 试验发生有缺点 再改 所以它有ABCD型 那到了认为很稳定了 能够主宰这个战场了 它就大量量产 它现在F-22 歼20的 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跟你F-22对抗 而且我可以主宰战场上的空优 我是专一只做一个任务 就争取空中优势 就是说你任何战斗机上来 我可以把你干掉 所以它要扩餐 扩量 才会大量生产 你知道吧 要不然你看 它的科技到了这个地步以后 它的引进 推力大的引进 给F-16 1016 1015 甚至于1010 都在提升战力 这是一个经济算盘 我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 全世界的军火发展 两个半模式 美国模式是这样的 四家公司 我开出一个规格 你们去研发 然后来竞标 然后选中 你像我们的F-51怎么来 是竞选失败的 那家 那我花那么多钱 你又不要 对 我研发挖了这么多钱 你卖给台湾 你懂 你懂意思吗 卖给台湾 就是说它投资成本比较大 苏联比较穷 它怎么看 你出来F-84 我就出米格15 给你抗衡 在中国大陆一看 美国一看 那我就搞F-86 那我就搞米格17 那俄国的特色 我永远是米格这一家公司 我不需要投资四家公司 我没那么多钱 我一看你的进气口改了 我发现气动力学上 你一定有某些优点 我也改了 那中国大陆起先 也是走这条路 你知道吗 起先也是走 现在它的 中国大陆现在的财力 比苏联要强 比俄罗斯要强了 它就可以 研发它自己 研发它的东西 但是它也就是在 国营企业的里面研发 刚刚蔡委员讲的 它不会去交给四大公司 去赚钱 你看Lockseed 波音 这些都是参加 空中武器竞标的单位 竞标单位 人家公司不要有利润吗 工厂是不是要赚钱呢 对不对 养着工人 对不对 那工资又比中国大陆贵 所以 现在军武装备 我讲两个半 最后修正的是中国大陆的 就是说我比俄罗斯有钱了 我可以不完全在模仿 但是你可以看 很多机型还是差不多的了 对不对 你的千二十跟这个 这个F22也差不多 因为这是气动力学的限制 跟逆中的限制 它一定是走这个形式去发展 我参考一下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成本低 效率高 产量大 是造成今天 中国大陆军武产品的 依然突起 所以它的产品 年轻 有进步 活力相当 就刚刚他讲的 载力不重要 我的攻击非但重要 对 千里之外 一样把你干掉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接下来会怎么走 习近平就说了 加大科技创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难题 然后要加快实现 高水准科技的自立自强 所以在这一次 习近平去参加 江苏人大的时候 就曝光了这个政策焦点 大家也来看 到底哪些人 有来参加这场会议 发现 先前中国两会的代表 现在大洗牌 互联网靠边站 现在摆中间的叫做 半导体跟AI 当然军工采用高科技息息相关 那退出两会的 包含了腾讯的主席马化腾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 还有王毅的执行长丁磊 那加入的呢 小米的雷军 小鹏汽车的何小鹏 还有华红半导体的董事长张素兴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大陆要干嘛呢 他们的重点叫做 扩大5G的商用 然后加速研发6G 在现在美国还在卡华为的5G的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要冲6G了 现在呢 这个三字诀叫做 建 用 延 第一多建激励台 今年中国大陆要新开通 5G的激励战60万个 今后要达到超过 290万个激励台 然后用怎么用呢 扩大应用嘛 再来呢 沿总结呢 5G的经验 然后呢 支持组建6G的推进 蔡委员 大陆在所谓的基地战的建设也好 当然是美国跟不上的啦 因为大陆就是全国一盘棋嘛 在一个国家的架构底下 可以怎么样 统一的去执行这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也不用担心说 哪一个地区的土地是谁的 不能用啊 像台湾就有这个问题 钉子虎 钉子虎 这个不用 大陆上面有这个问题 在美国这个问题更麻烦啦 所以美国有制度上先天性的缺陷 你要推这个是很困难 不要讲别的 连大陆上在推所谓的 电动车的充电桩的速度 美国人看得成瞪大眼睛 不晓得怎么办 美国就是没办法做到 他联邦政府是一块啦 各做政府是一块啦 然后每一个候选人都各一块啦 要瞧的人很多 太多了 还有因为宗教信仰不做的 那个直接是 好听一点叫多元啦 对不对 难听一点的全国一团乱 所以他这个方法基础建设的力道 因为这个涉及到基础建设 5G 6G本质上 就是一种新时代的一种基础建设 所以对于这个工训部长来讲 他当然信心满满 我什么时候要多几万个 什么5G的这个基地台 还有要推进到6G 我要怎么做怎么做 对他来讲 是已经在一个成熟的技术轨道上 在快速前进嘛 那至于中国的两会的代表 其实这也没什么压抑 这个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有个特色 它不只是什么 只准党指挥枪 不准枪指挥党 所以很多国家会搞什么军事政变 在中国不会 第二个 这个你说美国也不会啊 是没错 可是中国还多了一个 只许党指挥财团 不准财团指挥党 这过清楚啊 这美国是什么 金主指挥党 对 美国是党也好 政也好 白宫也好 都听金主的话 这才是麻烦的啦 对 金主说 我是军火商啊 就是你的金主啊 我现在很多的 这个军火旧弹药 无法销了 那对不起啊 你去叫逼台湾帮我销一销 对不对 我那个 这个火山布雷战车 35年卖不掉 你去叫台湾帮我买 那如果再不买的话 你去发动一场战争 我就可以大卖特卖 我的美股盈利就可以增加 谁在当家啊 就是军火商 财团在当家嘛 对 所以这种财团指挥政治 表面上是什么 叫做民主政治 事实上大家心知肚明嘛 连美国的媒体 也是在财团在控制 只是因为不同财团的控制 会产生不同的竞争 你支持民主党 我支持共和党 马斯克这个财团 他要不是说本人没有资格选美国总统 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不能选美国总统 早就选了 早就选了嘛 他心里想 川普那个卡都能选了 为什么不能选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整天在投资共和党 买下推特 帮这个川普造势 现在川普的民调已经赢过Dissettus 也赢过拜登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什么叫民意 就是有一个媒体的操作 那媒体的操作就要钞票 民调机构也好 这个都要钞票去操作 那谁有钞票 财团啊对不对 那现在大陆上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 马云是个屁股羊 没事干透 就是我蚂蚁金服 我多了不起 他不晓得 完全没有那种金控的风险 控管的概念 就说哎呀中国大陆 这个金管太严格太弱 他不想美国更严格 中国还不如美国严格 很多人不晓得 美国那简直从2008年 2009金融海啸以后 那管的实在是 人都快窒息了 以前不讨论过吗 连那个会计查完账 那不算数 他美国还搞一个叫做 独立会计 我也专门在查会计师 不是查账 所以美国是管得 比中国大陆更严格 那马云就讲说 哎呦我蚂蚁金服 你看最先进最进步了 那开始批评了 没想到 党中央一到命令下来 不准上市 他马上就躺在地上了 就躲起来了 在中国大陆 不是不支持民营企业 而是不支持财团赶政 这一点如果大陆的企业家 没有讲清楚 不要讲别人 咱们台湾的郭台铭 讲了一句话 就马上光芒就不见了 他讲一句话什么 都是靠我养大陆人的 你在讲什么话 对不对 大陆少说给你的金 贴至少1000亿人民币 你都不知道 对 郭台铭 有没有算算这个账 那现在这个企业家 这个由这些 互玩互联网的人 换上习近平认为 比较重要的 实体制造业的人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因为互联网的技术加持 有没有 但是技术加持率不高 我们必须很客观承认 它是商用的市场的 基本上就是服务业 商用市场的加持率高 可是整个国家的GDP的加持率 并不如 绝对不如那几个制造业的 那才是基础 所以这个中共中央脑筋也很清楚 这个时代过了就换新时代上来 我们现在是以制造为做中心了 当然这些人看到马云 大概也很清楚 不准财团干政 的确舰长你怎么看呢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 中国大陆的变动的速度 其实很快的 它可以马上掌握到 现在的核心是什么 半导体 AI 我们要着重到这块 马上就改 马上就有一些变化 你看喔 马上有消息来了 雷军的小米集团 还有金山软件公司呢 合资100亿人民币 成立一个基金 干嘛呢 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业 钱进来了 然后雷军呢 在两会提出了三份建议 其中就包含了推动 仿生人型的机器人 快速的发展 小米第一款的 全尺寸的人型仿生机器人 叫做铁大 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些 深度的视觉模组啦 还要结合一些演算法 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感知3D空间 它可以辨识个人 你是谁 手势 表情 它看得到 看得懂 对环境有相对的反应 其实相对于这些机器人 AI 想必一定是未来趋势的发展 各位 你去逛老街 你会发现 现在帮你送餐的 已经不再是服务员了 帮你送餐的就是机器人了 县长 这个AI其实 大概从二三十年前 就开始从专家系统一直一直发展到现在 那最近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 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个GPT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电脑上去使用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它真的比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AI进步很多 那现在这一次讲的这个仿生机器人 你要知道以前的机器人 就好比说你到那个汽车制造间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电焊的那个手背在那里 按按按按做 那些都是机器人 但是仿生呢 就是说我要造实际的生物 好比说我做一个蝴蝶 可以飞 然后这个蝴蝶也许前面带了一个 侦测的什么东西 那就要仿生机器人 机器狗 好比说这一次小米的这个 这个人出来捏饭 哦 它好像人了 这个其实都还在起步 但是做这些事情的重点 不是硬体 是软体 我说的软体就是这所有的后面的algorithm 写电脑程式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要怎么样去找这个algorithm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就是软体工程师 以软体工程师来讲 全世界大概数一数二顶尖聪明的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的数学物理 什么都是非常厉害的 到国外读书你就会知道 中国人是遥遥领先我们国际同学的 所以因为中国起步比较晚 而且美国以前到他实在是全世界的顶尖的人才 都跑到他那里去了 所以这一次你看得到的CHAN-GPT 是美国的成就 但是你未来你走着看 中国一定会超越 因为中国这种脑筋好的软体工程师太多了 他的重点不在记住 像这个机器人 对不对 在那走来走去 那个硬体根本不重要 所有的后台的那个脑袋 那个思考的那个软体 才是真正成败的关键 我相信 大陆目前已经有某种程度的 这种AI的交谈机器人 只是他没有拿出来赚钱而已 第一个推出来是美国的OpenAI 让大家惊讶 也许有一天大陆推出来会让你觉得非常惊讶 而且你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就叫AI 里面有一个好可爱的小男孩 一直认为他自己是人 最后整个地球毁灭 他还坐了一个那个船下去 看到一个森林女神在海里面 这个片子我们印象很深的 这一天也许我看不到 但我相信我的儿女一定看得到 这个的叫做什么科技的进步 那就跟个滚雪球一样 开始一点 后面越滚越大 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 没错 但现在全球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美国很想摆脱中国大陆 但是全世界也很想摆脱美金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从谁要摆脱中国大陆呢 马斯克宣布 下一代电动车的永磁马达 要完全不用稀土材料 在德州的黎金链厂 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了 在一年内可以生产 但中国专家就说了 十年内你找不到比稀土 更新更好用的永磁材 材料 顺顺顺顺你怎么看 这个不管这个稀土 全世界到很多地方有 但是提炼技术在中国手上 而且很多专利在他手上 马斯克是想摆脱 但是你找到方法没有 找到矿源没有 找到生产的技术没有 找到市场没有 这还是一个很长远的路了 每个国家都希望不受制于人嘛 但是你有的时候现实环境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努力了这么多年 晶片的生产还是被卡了嘛 还是要苦苦要奋斗 那同样的 这个林德这些电池 这些技术 中国还起码拥有十年的优势 这个稀土 其实是民间要用的 军事战略要用的更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本来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链 美国非要破坏 变成互相卡脖子 互相限制 制造成本会增加 人民会受罪 第二个 刚刚我讲了 你刚刚讲那个机器人 我讲机器永远不能代替人 但是它仿生 跟这个所有的软体的做法 可以使很多事情变得很 更friendly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听到那个电脑回话 什么民意调查 或者是什么的 听着懒得听就挂掉 对不对 你弄个真的是像人声音的 我还愿意跟你搭三两句 我一听那个 你想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软体 它慢慢慢慢进步 会增加很多服务业 或者是 你像我们这些老头子 到餐厅里面 那服务员给我一个电脑板 叫我点菜 我说对不起 我不吃了 你不服务我不吃了 我哪里还搞得清楚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软体的进步 会解决很多 代沟上的障碍 解决很多服务的障碍 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并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机器人来 第二个 我要讲美国的文化 跟中国文化不一样 中国五千年来 是农工商 农牌的商 商牌的最后 美国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 商牌在第一 好 所以这两种文化传统 你看它这次换 我把这个服务业的商人 踢出两会 制造业的人进来 因为我国家 我这个市在控制这个国家的方向 我要往这边发展 美国又很难了 美国它是金主在控制国会 国会控制两院 金主控制总统 所以市农工商跟这个 以商为主的就不一样 为什么你到美国去买 圣诞节大减价 到了元旦大拍卖 甚至于比成本还低 我问过美国商人 他说我卖不掉 我留的库房里也是要钱 对对对 出清存货 我说我刚出来的时候 市价的十倍 你们这些女生喜欢漂亮 花十倍价钱买 我只保证你三个月不创三 三个月以后 第二个价格出来了 有钱人舍不得花第一笔钱 他要买他好的东西 那没钱人就要等到圣诞节大拍卖 所以市农工商 还是以上人为头的两个文化 造就两个社会上完全不同 没错 这就是美国文化不一样 蔡伟源 你怎么看呢 接下来 好像全世界开始 觉得美金越来越不好用了 美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俄罗斯的生意人报 在欧盟跟美国 这个扩大制裁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退出了不友好国家货币进行的交易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怎么样的交易呢 莫斯科交易所的资料 今年二月份呢 莫斯科交易所的货币交易量 你看哦 人民币40% 美金38% 人民币已经超越了美元了 其次呢是欧元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印度现在买俄罗斯的石油 他也不再用美元了 他还用卢布啊 然后他还用阿联酋的货币 秦刚就说了什么货币好用 既安全又信得过 就用什么货币啊 他说国际货币不应该成为单边制裁的杀手 更不应该成为霸凌胁迫的代名词 这个就提到了就有点伤脑筋了 因为莫斯科交易所并没有外汇交易的代表性 因为他被强迫了不得使用美元 所以他美元的交易数量自然会萎缩 然后找人民币啊 找这个印度的这个卢比啊等等 来作为交易对象 而且莫斯科的外汇交易 基本上在全世界是排不上榜的 那秦刚的说法是正确的 可是我觉得大陆 北京应该要更努力去注意一件事情 不是你人民币交易 以后量怎么成长 是你的交易所本身的总量 到底能不能成长 这才是关键 莫斯科交易所规模很小 全世界 我跟大家说明 全世界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在哪里 在伦敦 连中国很多的银行都在那边交易 它占全世界的交易量多少 三成八 高不高 伦敦 美国纽约才多少 才19 好吧 一个算40 一个算20 总共美国 英国都占全世界60的交易量 里面有美元 有什么大堆 所以交易所比货币更重要 第三名哪里 新加坡 它占多少 占9% 你看距离多远 第四名哪里 香港占7.5% 而且今年还衰退 已经较到7.2%了 所以我给中国北京政府的建议很简单 你不要想人民币什么国际化 先把你香港扶上全世界排名第三大的 这个外汇交易中心比什么都重要 你管它交易 只要总交易量撑到一定个程度 它就有分量 那怎么增加 是走对方向 可是力道还不够 李家超不是跑到沙奥地阿拉伯吗 说兄弟来我们这份交易 等等等等 这大陆要出手啊 对不对 你不要管管乌克兰 不要管管那个什么 那个沙奥地阿拉伯伊朗 要管管香港 香港现在总交易的比重在下降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中国大陆很多企业都跑到伦敦去交易 什么东西我看不懂啦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抬高香港 当然大陆人讲说我们上海要追 哎呦上海不 一啪你怎么追啊 对不对 香港是你中国的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这个市场要把它拱起来嘛 这个比较实际啦 你当香港市场变成全世界排名第二大 比如干过纽约市场 你爱交易什么货币就交易什么货币啊 谁能管得了你啊 话语权就拿回来 对啊 香港的大陆派出来的金融机构 国际水准不够 你像中国大陆最大的这个工商银行 什么银行 在香港的业绩都很差 它是靠国内的业绩在撑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他们 这假如说 都是大陆这些高官派出来的 这个不是真正的金融人才 事事都要听北京的 所以香港的几个大陆的银行金融界 施展不开手脚 还不如以前香港没有回归之前的 你看那个时候 汇丰也不是得罪了什么 一脚就把你给踹了 所以蔡文讲得不错 你要国际化 你就要用懂得金融的人才 放开手让香港能够成长 要不然的话 今天英国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 但是它还是世界金融中心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你看不起新加坡那么弹丸之地 也是三八雷 对不对 你大陆有这么大后面制造业 有这么多人口 有这么多的市场 以前新加坡看香港 是矮子看高个子 对啊 那现在呢 这样赶过香港了 所以台湾的有钱人往新加坡跑 对 香港的有钱人也往新加坡跑 为什么 就是说你对香港的金融机制 你没有投注适当的用心 嗯哼 你们不忍乱